變大地大 選民最大 我們看了兩組跟三組候選人的民調 蘋果今天有一個民調 因為他是用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的 委託學生去打電話 所以這個比較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這樣講好了 如果送參選跟送不參選 送不參選的話是36.5馬無對32.9 送參選的話35對26.4 然後對這個10.2 送的10.2 換句話說這個標題很有意思 如果不參選馬贏菜6% 送如果參選馬贏菜7.6% 這就很奇怪了 那這樣的話換句話說 國民黨根本不要想去 也不必去勸退送 也不必去談都不必 為什麼因為送參選的話對馬是好的 贏得更多 然後再看內容就發覺 這深率在騙 這蘋果做出來是深率在騙 因為他為什麼做這個標題 就是你知道這有可能嗎 他這邊這樣講 他說這個 加了送除以後 投給蔡英文的就減少了4.2% 投給馬英九的只少2.5% 所以他就問學者怎麼回事 學者說這有點奇怪 那很可能是綠營支持者 策略性的運用 換句話說 誰最怕宋不選呢 綠最怕宋不選 所以就猛去給宋灌票在這個地方 但真的選是會投 其實是不會的 所以蘋果這個調查非常清楚 而且很有意思 在這邊寫出來 不過馬英九要注意 他們做說到底誰罪有破例 宋罪有破例 馬罪沒破例 所以認為是馬罪軟弱 有40幾% 馬英九是軟弱的 當然宋現在有破例 因為宋敢跟你對著幹 當然有破例 做這個 就我給你選 當然這個時候會認為宋有破例 那所以呢 這個馬英九雖然最近一直在解釋 他是有能力的 有破例 但是調查出來顯然 結果不是這樣 但是所以最有力 馬英九最有領導力 所以這個受訪者 他心裡也是滿矛盾 你知道嗎 因為一個人有優點有缺點 他考慮了全盤以後 所以只有領導力 他還選馬英九 然後其次是蔡英文 第三名才是領導力 這個可能跟投票的那個 傾向是有關的 那謝浩文怎麼看 其實我最近 比較注意這些民調 當然我希望我們的民調未來 都可以公布聚訪率 因為我發現聚訪率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事實 以前天最近一次聯合報公布的民調 他總共成功打了2000通電話 不過另外他有八百通左右 是聚訪 也就是他總共打了2800通電話 聚訪了八百通 所以這個聚訪率高達28%左右 那一般來說一個民調 聚訪率如果超過20% 就不是一般的聚訪 就是有已經對於機構 有效應的聚訪 那你說差那個8% 其實有差 我們現在所看的民調 都是就差這麼一點點 那當然現在還沒有辦法完全去說 這個機構效應是怎麼樣 可是有可能我們的推測是說 那在蘇家權被打得很慘的時候 非常多的綠色的選民 他會比較變得遠線 投起來了 他就說這個不要接受 這樣的話就會使得現在民調 呈現目前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現在推測說 因為事實上包括蘋果的民調也好 或是聯合報導民調 或是其他民調 基本上都是沒有離開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就是宋楚瑜的票 是來自三個來源 那目前要推測說 那是不是大家如大家所說 說原來是綠色的人 他一定到了最後會回歸蔡英文 我的看法是不一定 我覺得這個10% 在不管的在什麼狀況底下 都那麼穩定 顯然是有真實的10%的人 非常願意支持宋局出來 票一先就知道了 不過萬萬中時調查也是 兩組候選人的時候 藍綠差7.6 三組候選人差8.5 三組候選人的時候 居然差了馬英九 沒有贏蔡英文贏更多 真的這個民調做出來 滿久可能想說 那我談什麼 湖南菜也不必送 這什麼湖南菜 送了半天 他最後來參選 我贏更多 如果這樣的話就被森律騙 那江總你怎麼看這個調查 6%變7.6% 你要知道1%就是14萬票 1%就是14萬票 對不對 所以7.6%大概就是20萬票 我最近幾個月大概一天 都在跟謝宏在抬抗這個問題 因為反正只有投完票才知道 那時候台槓也會不完 反正他就覺得 覺得真的會有生率 他覺得生率會投送 你認為生率是變的 我說怎麼可能 那當然各有各的講法 他們總覺得這次會不一樣 這次真的是有些生率的 會因為等等原因 包括就是說 蔡英文是女的 他們投不下去 他們可能真的覺得 宋楚瑜比較好 要投給宋楚瑜 那到民調當中存在的 台灣的民調之所以 一直讓人覺得將信將疑 就是說你大部分看到的民調 它本身都會出現兩個陷阱 這兩個陷阱 一般人不見得會特別注意 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聚訪率的陷阱 還有一個就是表態率的陷阱 那聚訪率偏高 然後現在你會看到表態率偏高 表態率高到 就是說過去的總統大選 超過投票率 超過投票率 這麼多 所以有人騙你 因為不好意思講說 我不去投票 對啊 這很怪嘛 我們只能說從常識來推論 畢竟台灣辦選舉 就是說光從總統大選前後 也已經差不多二十年了 那快二十年時間累積了 就是說Data Base 其實是很大的 就是你回頭去看的時候 就是說我之所以跟 現在我會抬槓 就是我覺得你那個 在Data Base裡面 根本就不是這樣子嘛 好 那到底會如何 我只能說 從常識上面去判斷 就是在連地方選舉的時候 勝率的票都不會轉移到 像楊秋新這些人的身上 然後你說在中央級的 在一個高度意識形態領導的 這樣的一種選舉當中 勝率的反而會跳脫 意識形態的這種框架跟限制 會去支持一個跟他意識形態 背景不同的人 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你說最後會不會發生 這樣的情況 我認為沒有這種的可能性 所以其實宋的 宋大概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他現在的所謂的支持 結構裡面是很有問題的 我認為他在講說 他會奮戰到底 而不是說參選到底 他的奮戰是針對連署的奮戰 表示他的連署遭遇到困難 大概在台灣選舉 大概這樣 選立委 投票率大概六成 投票率四成不去投的 選台北市長這種 大規模的選舉 大概六成五 六成五到七成 六成五到七成 總統大概七成五 差不多這樣到八成很少 那現在兩組候選人的時候 是二十一點四未表態 這合理啊 已經高了 已經高了 應該是二十五%不表態 那三組的時候 十五點七未表態 百分之八十五六啊 不可能 只有十%來表態 根本不會去投票 就是這樣 如果除非這次破天荒 我不認為 因為民主是越發展 投票率越低 逐年投票率下降 沒有逐年投票率上升的 沒有這個事情 好 那麼另外 因為今天新聞很多了 所以我們也不再談這個了 馬英九 昨天突然拋出了一個 他要跟大陸 他在黃金十年 要談這個 和平協議 那當然這個引起大家 很大的矚目 我們看一下新聞單 曾經用生命來創造一個環境 讓你可以實現你的夢想 我看真的是蠻感動的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也是一樣 話說到一半 突然眼狂半喉 一代哽咽 黃金十年最後一場記者會 但回歸兩岸問題 提出十年內 將循序漸進 推動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在十年當中 是不是去洽簽兩岸和平協議 這樣子做是要有前提的 他要在國家需要民意支持 跟國會監督的情況下去完成 我們說先進後進 就是並沒有排除 跟大陸未來做政治的對話 連任任內 政治協商有沒有譜 馬總統沒有鬆口 不過黃金十年 對比蔡英文的十年正綱 馬總統信心十足 十年的規劃 到底哪一個比較務實 比較前瞻 比較有自信 比較有勇氣 我想各位讀一讀內容 就非常清楚了 我真正是 我那一座感恩修 我希望能夠把後半身奉獻給這塊土地 帶著大批首長召開記者會 馬總統搬出八大願景 三十一項主軸感性呼喊 要人民再給機會 讓他的總統之路 能繼續歡喜座 最近有郭翔劉小協 台北報導 好 那麼今天我看好幾個報紙 都用這個做頭版頭條 到晚報幾乎都是連續在討論 我想不是只有兩岸之間關切 國際媒體也會關切 馬英九提了和平協議 他在二零六年哈佛大學說 兩岸佔型架構促進兩岸在九二共識 一中個表的基礎上 儘速恢復平等協商 達成三十年至五十年和平協議 包括軍事互信機制 正式終結兩岸敵對狀態 然後兩岸發展國際參與的 戰型架構 讓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 更為雙邊與多元 兩岸不應是零和遊戲 應該是務實發展 這二零六年 那在他上次選總統的兩年之前 那麼在二零一一年就是昨天 黃金十年政策記者會要推動 兩岸和平協議 在國內民意有高度支持 國家確實需要 必須在國會監督等三前置之下 這個可討論的公共政策 不會為簽而簽 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 這當然講很多了 什麼事都是要 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 在這種情況之下才會去做 這是二零零五年 他把連戰抬出來 二零零五前副總統連戰訪問 中國大陸跟這個 中國大陸領導人在簽訂 和平協議這方面達成的 共同願景 當然在這個裡面透露很多 第一個為什麼要把連戰抬出來 是不是要遵聯 因為之前有人說 有大佬要去給宋楚瑜站台等等 連戰後來是幫馬英九 彰化在台南 嘉義的活動站台 那是不是因此連戰 投桃報禮說遵聯 因為很久沒有把連提出來 特別提出來 這是不是一個 那另外就是說 當然我們這個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民進黨會怎麼罵 民進黨我想對民進黨 天上掉下來禮物 民進黨很高興 哇這個終於 對不對 之前你一直說 沒有農產品 都是成員品進口的 我沒有進口 對不對 然後這個大陸學生 連健保都不可以在台灣 大陸學生不能碰 然後呢大陸學生 甚至獨一啊 什麼都不能在台灣 大陸學生 將來也不能在這邊做事 大陸白領也不能來 大陸的資金要嚴格限制 然後那個時候都很怕 就是說 然後馬英九以前講說 我絕對沒有政治協商 先經後證 突然之間很大的一個翻轉 說要談和平協議 所以對綠來講 會不會覺得說 太好了 那所以我們看 但是對藍來講 那之前很多人說 馬英九失去藍的信心 支持啊等等 那是不是馬英九 藉這個來喚起 藍軍的相信力是第一個 第二個老共是不是有壓力 因為我們看最近很多 好像受阻嘛 要簽那個什麼投資寶藏 老共也不給你簽 對不對 自由行也沒人來 那是不是老共在暗中 阻擋馬英九 就是給你顏色看看 就是你經濟要靠我對不對 通通不給你看你怎麼辦 是不是有這個壓力 我們也不知道 那綠怎麼批評我們先看 民進黨蔡英文說 只會讓台灣社會更加分裂 人民更加不安 蔡華南說 這是馬英九在執行 他終極統一的具體實踐 對台灣來講無疑是送虎味肉 陳其邁說 馬總統為兩岸政治協議 設定時程表 十年內簽署合併協議 等於進入國統綱領的 協商統一階段 進入統一進程 黃偉哲說 兩岸和平協議 又要拉國會背書 是玩假的 那黃坤會議說 這哪是終極統一協議 這是定時的頭強協議 當然台聯罵得最兇 馬英九為什麼這時候提這個 他認為對他選舉是有利的 還是他不管選舉有利無利 只是我的理想 我的理念 我要大公大開大合 不騙你們 我就是要做這個事情 而且你如果問我 我覺得不是十年 就是四年 下一任馬英九只能做四年 再下一任總統是誰 那個人要聽你的嗎 就像馬英九你要聽連戰了嗎 下一任總統 第一個是不是藍是綠 都不知道 第二個就算是藍 他一定聽你嗎 不一定嗎 所以如果馬英九想這樣做 我認為十年只是黃金十年 我要做就是四年 要不然以後能管得到嗎 所以我不知道說 這樣到底對他的選舉 是有利無利 我們得來看一下民調 來 憲哥你怎麼看 剛剛邵方兄你講這一段 我同意 你這個評論評論的非常公運 我的看法是這樣 和平是贊成的 協議大家害怕 沒有人反對和平 沒有人反對 不過我在這裡要告訴大家 一個和平也是各自表述 因為中共所講的和平 指的是國共內戰戰爭結束的和平 我們講的和平 我相信大多數人會同意我的說法 是屬於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未來有和平發展的機會 這個差別 所以當馬總統要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 但是現在可能 照兩邊這樣的對陣 會往那裡發展 就是所謂的這個 他提出的和平協議這一件問題 到最後會使1月14號的選舉 變成是到底是同意他和平協議 還是不同意他和平協議 的某種程度的公投 這其實對台灣不好 因為這樣的和平協議 談和平談協議這個問題 其實還是要有一個內部大家 不管在野黨或是執政黨 大家一起有一個共識 去處理才對 因為這個問題是非常嚴肅的 不過他會不會到時候覺得說 我提出來了嘛 那到時候贊成就選我 不贊成就不選我 我贏那就表示他要贊成 我是不贊成馬總統會做這個事情 這樣子的話 這一場選戰就失焦了 就變成只是為了和平協議 或是不是和平協議去做 而且這個事情並不可能 我認為不可能在到1月14之前 大家都把話說清楚 那在這裡當然大家如果說有 最大公約數是中華民國會不會 在這個和平協議裡頭不見了 因為大多數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所簽的任何兩岸的協議 中華民國都是不見了 包括最近要簽的 在天津要簽的這個 所謂核能安全這個問題 其實對岸是一個發展核武的國家 台灣是一個在法律上23條 環境基本法規定灰核家人國家 我們兩個對核能的問題安全的問題 也是一個核能安全各自表述的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兩邊在簽的時候 你會發現 台灣在核能安全這個主張上面 是背離了 灰核家人原來的理想 那這樣對不對 這個是也是大家提出來討論 那甚至於我剛剛講說 你剛剛提到說那個 兩岸的這個投資保障協議 現在簽不下去的原因 其實最主要是中共最近大量修 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甚至把秘密逮捕跟監視居住 這個東西 這警察國家的東西 都寫進他的法裡頭 那這個顯然我們跟他 要再簽這個所謂保障 人人保障是有背離的 那在目前我們的司法院裡頭 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覺得說這種中華民國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呢 有這麼大的背離的狀況下 這個案是簽不下去的 所以這個也有一個背景 這是蠻大的一個題目了 會不會到時候選舉 只討論這個議題了 變成其他議題是退位的 我的看法幾乎跟謝宏都 都是完全相反的 那第一個就是說 在目前兩岸所簽的各項協議裡面 對中華民國都不見了 都被吃掉了 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見了 我們並不是只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看到中華民國 如果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中華民國的話 我相信任何的協議在台灣 都不可能通過 都不可能完成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兩岸所簽署 包括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像是投保協定 我覺得這個東西只是一個籌碼 就是投保協定事關重大 在北京如果對於台北的選舉的結果 沒有10成10的把握以前 他不會把這東西放出來 因為2012對他來講 那個變數是太大的 馬英九他為什麼談和平協議 我純粹我個人的揣測 一方面在剛剛主持人談到就是說 這有沒有尊聯的味道 我想倒不是 其實在馬英九在當黨主席 2009年吧 國民黨還把 還把就是說聯胡的五項共識 擺進了國民黨的政綱裡面 把聯胡的五項共識 擺進國民黨的政綱裡面 就是告訴你就是說 這五項共識 是國民黨追求的政治目標 那既然和平協議都已經在五項共識裡面了 國民黨的一個總統的候選人 他必然要逐步逐步的去落實 五項共識當中的追求 這個馬英九之前談到過的 金普聰他們在談到和平共識的時候 就已經談到了這一部分了 好 但是大家還是說 那你何必在選前這個時候提呢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有意思的部分 選前提 老實講只要馬英九 今天以一個總統的身分 一個總統候選人的身分 和平協議四個字 從你嘴巴裡面出來的時候 選舉就定掉了 選舉就是兩岸關係的 就是說信賴的投票 換句話說 他基本上面就是兩岸關係 某種形式上的公投 這場選舉就有了公投的一 和平協議即使不會是未來 八十幾天的選舉的過程當中 唯一議題 可是他一定是核心議題 那這個核心議題 固然裡面還有很多的內容 需要去進一步的填補的 大家都還可以相互的辯證 可是他會成為某種的公投的意義 他必然存在 馬英九他到最後的時候 所有的選民終究會被洗腦說 你到最後的時候 如果你支持 簽和平協議 請支持我馬英九 你不支持 那你可以支持其他的候選人 他對選舉還會產生另外一個影響 就是第三勢力會邊緣化 基本上只有贊成跟反對 第三勢力 一旦他成為選舉的主軸的時候 宋楚瑜他可能 不管他參不參選與否 他都可能會進一步的被邊緣化 這個是對選舉策略的影響 那至於說你說對馬英九好 或者是不好 我覺得因為還有八十幾天的過程 中間還有很多的策略是可以去操作的 包括當你有一個很堅定的訴求 訴諸選民的時候 特別我今天看到馬英九 趕在這個時候提這個主張的時候 我認為馬團隊他們的思考是說 最後他希望既然是公投 我就要過百分之五十 不管兩組或者是三組 我都希望我的支持度 我的選票一定要過百分之五十 過越多越越好 這個時候最後去訴諸選民出來衝票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效果 這個賴發言人 就是到底馬英九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提出這樣的主張 那麼你們黨裡面 到底怎麼看這個事情 其實昨天的記者會是 黃金十年國家願景 最後一場的記者會 那討論的主題就是有關於說兩岸的議題 那其實如果就選舉的角度來講 我們可以打安全牌 我們就可以照2008年選舉那時候 我們就繼續講我們的三部 不同不獨不武 維持目前的現狀 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之下 來進行兩岸的態度就可以了 可是為什麼要提出這樣和平協議 就陳魯剛香榮講的 他不是現在才突然 蹦 蹦出來來講 在聯弧共五大共識裡面 就有講到 在我們十八權 十七權裡面 都列入我們的政綱 所以這是我們本來 就希望能夠進行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當然也會知道 在討論過程裡面 當然也會覺得說 就選舉角度來講 哎呀你一提出來 這個民進黨一定開始 然後再給你抹紅 然後繼續再幫你抹黑 這樣的一個反彈 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想我們是可以預料之中 可是為什麼馬總統還是覺得說 他應該要來提出 他覺得說身為 尤其他剛剛在講說 那個就是國慶夢想家 然後他講到都聲音都哽咽 他覺得身為一個總統候選人的高度 理應告訴全國的民眾 他對於兩岸態度 他未來的主張是什麼樣 他覺得這是一個務實的態度 要讓民眾知道說 我希望將兩岸和平的過程當中 把它變成一個制度化 讓民眾能夠了解 他的走向是什麼樣 如果照民進黨 批評我們的邏輯來講 那蔡英文在美國講 這個他不是說不排兩岸之間 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統一也是他的選項 那怎麼不說他輕鬆賣台 所以民進黨的一個邏輯 我是不大能理解啦 但是我要強調的一點是在於說 他所謂的黃金十年 並不是說我這個和平協 一定要在十年之間簽 他剛剛也講三個前提 一個是在國家需要 一個是在人民支持 第三個是國會監督 所以他簽訂的是有一個前提 而非一個時間 而並不是說我在十年當中 還是剛剛那個趙大哥講的說 我四年一定就要來做這件事情 他是必須有三個條件 他可以成熟 就好像為什麼這個時間會提 是因為我們跟兩岸之間 簽了十五項的一個協議 他覺得說實際應該可以 再做一個論述 你這個人怎麼看 對馬英九總統這個提議 基本上我是一個高度的讚美 一個高度的擔心 高度的讚美來講就是說 當總統不是管什麼農社 不是管什麼老紅人金 他真的要管兩岸 以及跟兩岸延伸出來的 國防外交的問題 他無可迴避 別人也幫不上忙 那他主張什麼 兩岸他主張什麼 不同不獨不武 什麼叫不武 就是和平嘛 就是不打仗嘛 那你要和平的時候 一定要兩岸之間坐下來 就和平的架構 和平的互動 和平的機制 做出一個穩定的安排 形成書面 那個就是和平協議嘛 那可是問題回來啦 為什麼我說我高度的擔心呢 像是我們ECFA 就是一個很慘痛的歷史 剛開始的時候 悶個頭被民進黨罵得臭頭 連蔡英文也嘎上一腳 那時候國民黨的確有點反擊無力 可是後來逐漸的明朗 有靠著強大的民力的支持度 雖然民進黨不贊成 民進黨國會議員 還要上場打架 但是ECFA順利通過啦 也得到高度的 台灣人民的支持 我們當然希望說 馬英九提了這個 兩岸和平協議啦 我認為他提這個之前 可能有事先做過民調 大致上不離譜他才敢提 因為馬英九畢竟 還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一個人 那我要稍微讚美一下蔡英文 他第一個時間 他有沒有跳出來扣紅毛什麼 他只說令台灣人民分類與不安 算是很客氣啦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風格 不會像底下的一些下兵蟹將 跑出來 你這個是統一的什麼東西 你這頭想的什麼東西 紅帽子亂飛 那個有點過時 可是我們要了解到 ECFA那時候是有很多經濟學家 在掩護著國民黨 在什麼各大報紙裡面寫文章 去幫國民黨辯護這個ECFA 那我也希望說兩岸和平協議 有沒有這麼多的政治學家 或者專業像這種 鑽術的專家 會有類似的一個支持度 或者一個輿論聲音出現 如果沒有的話 剩下一張嘴巴 就是馬英九 再加上我們幾個立法委 那我們純粹是處於挨打的局面 那如果渡過不了這些險攤的話 那在選戰中 可能會產生一個扣分的現象 那可能倒算回來 就選舉來講是不划算的 但就一個負責任的總統來講 他可能也要義務反顧了 好 這個鄭寧雄 你是跑國民黨 那這個整個決策的背景 因為蔡英文我想她還沒反應過來 蔡英文她沒想到 是馬英九會拋出這個球 這是一個險招 有可能不錯 但也有可能很危險 那到底是什麼 我看到今天有媒體報導說 馬英九的募導有正反不同的意見 這個有激烈的爭辯 真的有這個事情嗎 還是馬英九自己就決定了 還是真的有激烈的爭辯 兩岸簽署和平協議 其實是國民黨一貫的主張 所以這個其實 只是說為什麼 在這個時候丟出來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有選舉的考量 也就是說其實剛剛主持人 有提到說 內部是不是有討論 其實當然有討論 要不然馬英九 他也不會去打一些風險 比較高的牌 因為目前基本上是領先 也就是說 但是問題的關係說 內部會議的一個重點 關鍵在於說 早晚都要面對的 早晚都要面對的 也就是說 大家記不記得 金普通在訪美的時候 其實就有丟出 這樣子一個議題了 他不是說 人家斷章取悅嗎 對 但是問題是斷章取悅 沒有錯 但他其實解釋是說 馬英九要開始做了 那其實這個內部 是有在討論的 也就是說 所以說 我的瞭解是 金普通講這個話 是要破蔡英文的局 也說 他們內部的情資是 蔡英文到美國 會丟出一些比較開放性的 兩岸政策的一些做法 所以他其實是 在做一些分庭抗議 或是說 去在版面上面的爭奪 但是這個東西 如果說 沒有經過民調 或是內部沒有去做一些評估的話 其實也不可能 這樣子就丟出來 也就是說 未來如果蔡英文在政策上面 做一些比較開放 尤其是像和平協議這種 是比較政治性的一些協議 當然是民進黨相對 它的包袱會比較沒有那麼大 所以說在內部會議是 技術性的官僚 會比較持保留的態度 因為他們說 這一定要牽扯到 政治的談判 那用什麼名義 就台灣的主權 其實這個到時候 還是會變成一個 大家在討論的一個關鍵了 所以說 為什麼馬英九 要捨棄這個安全 未來早晚都是要面對的 所以說 我認為說 在未來的這幾天裡面 他會講得更清楚 對於說這和平 而且其實 過去馬英九一貫的 剛剛就講說 不同不獨不武 那不武的話 這個其實和平協議 就是不武 台灣人民其實最希望的 就是不要打仗 所以如果說 我們看 我們自己 萬萬的名字的話 大概其實也多多少少 反應出這樣子說 如果他能夠 確保兩岸的和平 其實簽和平協議 這個不是一個 什麼大的問題 而且 基本上還有三個前提 我們說 黃金十年的一個計畫 當然主任說 這可能下一屆的領導未必會接受 但是 至少說我們可以開始推動 而且 馬總統這一路走來 就是打政績牌 也就是說 他說基本上先經後正 他認為說已經 他的政績已經到了一個 差不多 或是說 雖然不滿意 但是已經接近滿分 或是接近一個不錯的階段 他是 是不是應該去思考 下個階段 台灣應該要面對 說我們應該跟兩岸 應該用一個什麼樣的 比較具體的一個 進入一個政治協商 談判的一個階段 所以如果照你講法 就是說當時金普通在美國 是為了破蔡英文 可能會 我的了解是這樣子 可能會講一些 比較開放的話 那換句話 所以那個時候並不是因為 馬英九現在要談 聽起來 而不是說他們已經 金普通已經知道 馬英九要談 所以在美國先放消息 如果照你講應該是不是 金普通是為了破蔡英文 而不是替馬英九 墊一個路 放一個試探氣球 那所以馬英九在國內 他是不是也是怕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最近言論 好像比較向中間靠攏 是不是怕蔡英文 上中間靠攏 所以我放一個讓你 讓你追不上 然後再把戰場墊在這個地方 對我今天下午跟馬辦裡面的人 聊天 他們說你看 我們才丟這個東西出來 蔡英文原本 假裝的一個比較寬 寬廣的一個兩岸政策 好像又丟回去了 就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好像他現在又打回 基本教育派了 從鷹派變割派 那現在又變鷹派了 就這是一個造謠性 讓他一個什麼溫和理性 或說這樣子過去的一個形象 又打破了 就是說他的不確定性 是非常高的 變來變去 所以他只是丟出這樣一個議題 其實後面具體的血肉 其實還沒有填上去 但是已經讓 凸顯他的對手 是 我們看一下民調 就是說 滿久考慮要推動兩岸 簽訂和平協議 避免戰爭 請問你贊不贊成 當然 這個避免戰爭這個地方 有誘導了 當然 所以贊成就 強烈誘導 其實不應該有這四個字 就是說 比如說 沒有價值判斷 問你贊不贊成 贊成 五十九點二 不贊成十六點三 無意見二十四點五 我們再看一下 有人表示 兩岸簽訂和平協議 就是走向統一 請問你贊成的說法 贊成二十二點八 不贊成五十四點七 無意見二十二點五 再看下面 請問你認為馬英九總統 在選前提出兩岸簽訂和平協議 對他選金正面負面 正面四十二點二非常高 負面二十三點三 沒影響五點四 無意見二十九點一 你當然要注意這 無意見這裡面 到底是什麼意思 在下面 請問你認為 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應該在什麼時間 或不應該簽訂 越快越好十六點八 十年內十五 不用時間限制三四點二 不應簽訂十九點五 無意見十九 好那麼這是我們看到這個 對於馬英九的這個簽訂和平協議的意見 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 贊成贊成要簽訂和平協議的 犯率有四十一 犯率有四十一拋 比率相當高 犯欄有九十 那犯欄幾乎全部支持 所以犯欄現在這個議題上是歸對的 不贊成十六點三裡面 犯率三四點四 換句話說 犯率裡面贊成的 比不贊成的還多 那犯欄不贊成三點五 無意見二十四點五裡面 犯率二十四點二 犯欄是六點四 所以犯欄幾乎都已經表態了 我們再看下面 請問這個 有人表示簽訂和平協議 就是走向同意 贊不贊成 贊成的有二十二點八裡面 犯率二十九點九 犯欄二十四 不贊成犯率 不贊成的五四點幾裡面 犯欄有一半是不贊成的 犯欄是六十七點九 無意見犯率十九點六 犯欄八點一 好 我們再看下面 那選情 就是馬英九提出要推動 兩岸和平協議的簽訂 對他的選情是正面負面 正面有四十二點二 其中二十六點九的犯率 認為是正面 犯欄有六十三點一 認為是正面的 中立是三十一點四 負面的犯率有四十八點三 犯欄有十六點九 中立十八點三 所以這個 這個大概是整個的調查跟交叉 那大家對這個調查 有什麼看法 來鄭明兄 從這個民調來看 如果未來幾天的民調 沒有太大變化的話 表示說馬英九總統 所提的這個兩岸和平協議 大體上 就像ECFA一樣 初步已經得到台灣人民的信賴 這個兩岸和平協議 第一個確定了 是為了避免戰爭 是不武 但是幾乎是確定了 不會是為了統一 一切這個東西 跟統一也沒什麼關聯 那兩岸和平協議 就不會成為藍綠之間 太高度的證實 為什麼範圍有這麼高的比例 同意 我們休息一下 就回來 謝謝